有个人请客,看看时间过了,还有一大半的客人没来 主人看得很着急就说 怎么搞的,该来的客人还没来耶 一些敏感的客人听了,心想,该来的没来 那我们是不该来的咯 于是悄悄的走了 主人一看,又走掉好几位客人 就更着急的说 怎么这些不该走的客人反而走了呢 剩下的客人一听又想 走的是不该走的 那我们这些没走的,倒是该走了 于是又都走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跟主人比较接近的朋友 看到这样尴尬的场面,就劝他说 你说话前应该先考虑考虑 否则说错了,就不容易收回来了 主人大叫冤枉,急忙解释说 我不是叫他们走啊 朋友听了大回光火说 不是叫他们走,那就是叫我走咯 说完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是走咯 比较大 CPA 啊 ungefähr 刘